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处其中的人们将爆发出怎样前所未有的力量 敬请期待 我说 你是不是也该出点力 啊 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努力吗 从我们意外来到这个世界炮开始 你就一直坐在这里看热闹 这就是你的努力 这么说未免也太不尽人情了 我可是一直忙着给你们加油打气呢 亏我还准备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演讲稿 你们就没有觉得备受鼓舞 热血澎湃 热血澎湃 你指的是血压吗 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未知世界炮的坐标 和本正世界取的联系 我们就真的只能在这里荒野生存了 作为把我们带到这里的始作俑者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别把我描述得像幕后黑手一样啊 我可是出于好心 才会主动帮你们测试量子之海传输装置 好心的志愿者可不会贸然启动装置 把所有人送到量子之海的未知坐标 装置上有那么多按键 我只是随手按了其中的几个 哪知道会恰好启动他呢 都怪研发人员 实在太不严谨了 班长说得没错 不该和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 对嘛 作为你们最亲切的伙伴 总是遭到冷语相向 我也是会伤心的 不过 说到福华 他和牙医去周边探索也有段时间了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很久啊 你累了吗 要不要躺我腿上来密话 大侦探会来得真及时 不过 看你们的神情 好像没什么收获 没关系 我会一直陪着你们哦 听我这样说 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了一点 你又有什么打算 放心吧 我没有恶意 否则把你们丢在这里不就行了 我只是想帮你们一把 就当作 之前手滑的补偿 你只是想看热闹吧 哎呀 被你发现了 算了 小姨 班长 有什么收获吗 我们探索了周边的区域 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废墟 没有发现近期能有生物活动的迹象 从检测到的各项结果来看 这个世界炮能量流失严重 或许已经冰临废弃 不过 我们发现了这个 一块有些特殊的石头 普罗米修斯 可以分析一下它的构成成分吗 好 交给我吧 分析结果出来了 这是某种古生物的化石 对比你们搜集的数据可以推断 它们与沿途的废弃建筑 诞生于同一时期 甚至 这些建筑可能就是由这些动物 姑且叫它们动物吧 所修造的 目前能得到的信息只有这些 够详细的分析 需要更多仪器的支持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炮的文明 已经消亡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借某人吉言 接下来我们确实要荒野生存了 哎呀 你们怎么都苦着了 我好处想 没有其他生物打扰 这个世界炮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领地了 要不要先给它起个名字呢 我想想 不如就叫 小V7302吧 Vita 你的兴致是不是太高了 哦 牙医不满意吗 好吧 那我把世界炮的命名权让给你 可以了吧 问题不在这里吧 不过 废弃的世界炮 灭绝的古生物 还有以外求生 总觉得 我知道了 下次阿拉哈图的拓展包 就做这个 Broni啊 怎么你也 不 芽姨 相信我 生存冒险题材 一定会大卖的 好了 既来志 则安志 在和本征世界 取得联系之前 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 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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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